这么说吧,你被骗了多久 这是一类新型科技 曾经在有一段时间非常热门 这就是超声波驱文器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国家 这种东西在网络上都能找得到 一些超市里也可以看见 如今连手机都有类似的应用程序 它们都有共同的目的 就是利用发出超声波来驱文 或者驱赶其他的昆虫和其他的害虫 有的设备甚至说可以驱赶老鼠 这样的设备听起来非常有趣 因为人们几乎很难听到这些超声波 所以对人们几乎没有影响 同时还能驱文,岂不美真 但是这些设备中呢 有多少是真的 有多少又是假的呢 这里罗王可以告诉大家 全都是假的呀 所谓的超声波驱文完全是个噱头 有些人可能会在购买设备或下载相关应用程序后做出一些评论 有人说有效 有人说无效 不过其实这都是心理作用 所谓超声波驱文是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这些设备的介绍 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工作的原理 在介绍中 这些设备会发出一些人类听不到的声音 这些声音的频率 模拟了蚊子还有其他昆虫的一些劣势者 主要是模仿蜻蜓 他们会模仿蜻蜓煽动翅膀的声音 从而让蚊子感到害怕 并且远离这块区域 还有的商家说 他们只是模仿一种蚊子听了非常难受的声音 啊 但是蚊子根本没有耳朵啊 你在模仿啥 蚊子害怕的声音 蜻蜓的声音 蚊子它压根听不见好吗 很多的昆虫其实是没有耳朵的 因为它们不需要有 很多的蚊虫需要耳朵 比如说中丝 把它的耳朵装在它的前足两侧 这样的话 它们在夜晚鸣叫的时候 就可以听到彼此的声音 而雌性可以听到雄性 从而被雄性吸引 有很多的昆虫 它是不需要耳朵的 它们是利用肝毛 来感受外界的环境 所以蚊子逃离蜻蜓 根本不是利用清爵 或者说它根本不用逃离蜻蜓 相比之下 它是靠数量取胜的 这种方式 无论是对于蚂蚁 蚊子还是其他的家中昆虫 几乎都是无效的 而那个愚蠢的应用程序 根本没有用的 它根本发出的不是超声波啊 声音尖点就是超声波吗 是这么回事的吗 当然利用超声波来驱虫 在科学的角度是可以达到的 但只适用于很少数的昆虫 有一些飞蛾是在夜间外出的 它们的主要掠食者是蝙蝠 大家应该都知道蝙蝠是如何捕食的 它们会发出超声波 遇到猎物后 这些超声波会返回来 从而达到定位 利用这种方式来捕捉猎物 而一些飞蛾为了防止被捕捉 它们就拥有了能接收超声波的系统 并且自身发出一种音频 掩盖反射的超声波 让一些蝙蝠抓不到猎物 所以它们是能听到蝙蝠发出的超声波的 并且也会很好的回避开 但这仅限于少数的飞蛾 并且这种超声波是很容易模拟的 只要你甩一甩钥匙环 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这仅限于一些蛾子 无论是蚂蚁 苍蝇 蚊子 都没有类似的功能 所以超声波驱蚊设备 超声波驱蚊应用程序 这都是假的 所以请大家做聪明的消费者 不要被这些商业骗局蒙蔽了 我也看了一下相关的蛆虫贴吧 应该没有人会喷我吧 这里是罗王 蛆蚊是人们非常注重的话题 但是有的人为了市场营销 制造出一些非常滑稽可笑的东西 说得神乎其神的 让你相信 却是利用你的心理作用 来达到一点点所谓的效果 而这些所谓效果还会是假的 不仅是超声波设备 其实灭文灯也是很糟糕的 好的 这里是罗王 我们下期再见 Bye